哈囉大家好,我是何真 好久不見了 最近因為生活的關係 還有對於創作這件事情的一個心態 發生了一些變化 那我努力在調整自己 Machi的影片一定會是在的 所以會一直下去 因為他就像我的兒子 我非常的愛他 那我希望把這個幸福分享出去 這也是我頻道的宗旨 在這段時間沒有往時間裡 我也嘗試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來充實自己的生活 很高興今天能收到 台中市政府最會決定邀請 來體驗一日照顧慣懷 距離的孤狗 相信大家可能對這個比較陌生 但他就是一個身處在各個社區裡 付出的無名英雄 那相信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會更加認識他並且理解他們的重要性 也希望有能力的人 也可以一起投入這項共鳴 打開 打開 喔你好 你好 這位志貢大哥 每天都在晚間 會定期到有 配合食物零號的企業 來領取隔天所要供給巨頂的食材 為了就是要讓巨頂更多美好的家庭 聚集大家的力量這樣子 對啦 一直之力也不是很大 照顧一些我們社區裡面的老人家 也算是一種美的啦 然後弱勢的如果真的很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讓他們帶回去 這兩全奇美 接下來我們要趕下一間 然後時間這邊趕 今天的感覺比較少 那其實東西有時候多有時候不多 那都沒關係 因為還是這樣把它整理起來 對呀 一方面可以照顧老人家 一方面也可以洗食 我們這邊那個老人聚會 都是屬於獨居的啦 都是沒有辦的啦 生活條件不是很好 都是需要真的需要人家照顧的那種 那我們也不是說很富有 有辦法去照顧 我們也是那個教會也是透過市政府協助 要不然拿我那麼多龐大的資金 最近除了結合相關國異資源以外呢 還只要65歲以上的長輩 皆可以參加社區照顧的環境 也希望呢 長輩不要每一天都待在家裡 能夠多處繼續走走 促進社區的參與 同時也可以達到 言婚老貓的效果 這就是我們 收集來的生物餐廳 我們附近的有沒有 如果有剩下的 也會吃也會拿過來 那現在收回來 我們就還要再分類 看我們會分成明天吃什麼 或分成吃 我們等一下明天 然後也去分送去煮菜吧 OK GO 第二次我們來到社區照顧官環境所 去年就是有在這裡的社區居民所作成 移動老朋友 包含房子 電話武漢秩序 餐廳 健康熟 它就好像是一個引法的學校一樣 你記得整個社區的意識 然後我們要來這邊看一下 這些食物啊 到底是送到哪裡 租工阿姨正在工作 然後超熱 我覺得他們很偉大 就從一早這樣備料備好之後 然後再來這個地方 像我們早上去拿的那些食材 也是都送來這邊這樣子 對 像這個竹筍 是我們志工 他家裡種的不少農藥 也是不少農藥 所以這邊的食材都是蠻有機的這樣子 其實我阿嬤那邊也會精彩 來這邊就感覺想到我的長輩 這下一次第二次這樣 對 對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給長輩們吃的 所以在健康上的顧慮 真的要非常的把關這樣子 我們在切洋蔥的時候 洋蔥的時候 洋蔥很多 你不覺得很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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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血度很好 很高 很不錯 所以活到了 學到了 對 我是第一次拿這麼大的一個鏟子 哇好香喔 來 上個 我們要做下一個服務喔 剛來一期週天電話訪問 我是新住民 嫁來台灣 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我是越南華僑 越南 越南料理好吃 欸阿嬤你好 我是那個春天志工的 對點服務人員 我來喔 你走蛋欸 蛤? 阿嬤我聽過一種客語啦 你應該要說台語 阿嬤啊 阿嬤服務好像也可以齁 這次拿 要這樣脾氣再看啦 阿嬤 好像比較不方便啦 這樣啦 是喔 在打電話的時候呢 我有點把她投射為自己的家人 好 這樣 我幫你問問 這裡有社會福利資源啊 可以到什麼去嗎? 把她當作說 像我自己的阿嬤一樣 很擔心她 很想關心她的情況 同情你咧 不會不會 這應該啦 你們第一次打電話 很堅定的 喔 也喔 也很堅定 後來齁 有了 我有感到 社會局的志工的培訓 他有教人說 電話問安的一些技巧 這樣啦 社會局定期會推出一些 據點人力培訓課程 為了就是要訓練當地的志工 能夠有更棒的品質 來回復給利利 對阿伯 我們剛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就很有那個反對性 看我們是不是騙他還是怎樣 後來打 多打了幾次之後 他就很信任我們了 知道我們是真心的關懷他 慢慢拉進去 我其實你們這邊餐什麼那麼的風盛 我們都是色香味清淺 然後顏色都會搭配很好 據點內有提供公餐的服務 讓剛下課的長輩們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在據點內用餐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改為 把餐點帶回家用餐 我們還沒說感恩 感恩 好以前 還沒有以前那些 你現在吃東西 看老婆 打破壞 那個他們現在開始正在活動 那我們就趕快來幫忙吧 先噴一下酒精消毒一下 走 走 OK好正常 上課除了遵守防疫規則以外 我們在門口也有設置血壓水量 幫長輩們測血壓 100 怎麼那麼高 怎麼那麼高 你怎麼那麼高 你那邊有主文吧 我看到帥哥 你那又是你啊 趁著空闊的時間呢 志工罵隊長也帶我去社區巡視 並且跟我分享 這邊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有位老人 他大概一兩天沒有來據點上課 據點志工打電話到家裡 也沒有人接 於是他們就上前去拜訪 結果發現這個老人 也倒在家裡好幾天了 幸好最後有搶救回來 我阿嬤也有前進跌倒過 對所以我也覺得說那種情況是非常揪心的 聽完志工大隊長的故事呢 他還特地安排了關懷訪飾的行程 為了就是要讓我們深入了解 關心獨屈老人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各業我們會去訪市一次 了解一下他最近的狀況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這個阿嬤 各業是他的生日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點點小小的禮物 讓阿嬤開心 哇好暖喔真的很暖心耶 我們就要出發吧 哈囉 嗨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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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阿嬤在這邊 來吃我們的壽司 喔 喔 血液比較高一點 脈搏正常 血液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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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開心 很開心 所以血液比較高 對 阿嬤我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要躲上海 我先用這個黑色阿 每一個地方 然後塗一個黑黑的樣子這樣子 光圍房市主要是 以行動比較普遍 無法到據點上課的長者的家裡 去做一個實際的探訪 這麼一來 在這種社區 照顧比較完善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貼心 來跟阿嬤找到阿嬤跟金丁 阿嬤沒有金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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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呢 先這樣輕輕地沾一下 左右上下再刷 有點復古的感覺 很好 社會美術老師 我今天特別設計了一個 簡單的課程 讓阿嬤可以參與藝術的創作 那等一下這個框呢 就是要來仿佛的生日合照啦 那這次送給你好了 好 謝謝 這看這個 大家客廳 這個賓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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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說不夠 你自己做 好 祝你生日快樂 耶 好 今天終於來到影片的最後 其實今天一整天體驗下來超累 智光真的很偉大 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今天跟這些長者互動下來 其實就想到自己家裡的長輩 很想要趕快去找他們 主要是因為我們可能年輕人都常常在外地工作 很少跟我回來 這次巨點是扮演了陪伴這些長者的角色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感謝 我會趕快回去找他們的 沒想到你短短的一天的體驗 就會有這麼多的回饋跟感受 你知道我們台中市的巨點啊 目前有438個 這麼多? 對對 438個 那今天我們只有辦法其中的5個而已 就是巨點的服務啊 可以促進長輩生活的多元化 那長輩來參加巨點活動 也可以讓他們的身體機能等等的 透過運動來延緩他們的退化 我有發現 在家裡的長者跟 有去上課的長者 那個體力是不一樣的 有上課的話你就感覺到他的活力 然後沒有上課的話 可能就在家裡就 稍微比較無聊 那有些長輩可能是 本身身體比較不太好 他沒辦法來 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志工 每個月都會定期過去 關懷跟房事等等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每年也會規劃不一樣的專案課程 讓整個巨點的活動更特別 像這幾年都有辦理一些在地文化的體驗 科技體驗以及激勵訓練等等 讓每一個巨點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今天拍這影片 主要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有這個社區巨點的一個服務 有空的年輕的人 歡迎加入在地的關懷據點 一起擔任志工 把我們年輕所學 多元比較新興的文化 帶給我們的長輩 長輩其實也很樂意接受 我們這些新的知識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 據點服務的資訊話 歡迎到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的粉絲專業 社會友愛溫暖台中 上面有很多的資訊 歡迎大家去看看 無論是你是想要體驗的 或是想要幫家中長輩到門的 大家趕快去關注起來 好 那些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嗎 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